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准确的就是表达是家务活家务事儿 比如说刚才我那个朋友说虽然我现在退休了 但是我每天还有很多的家务活要做 那么英文呢我们来用英文造个句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虽然退休了但每天还有很多的家务活要做 我们要注意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chore呢 它就是一个work或者说一个job或者说一个task 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表示一件事情 但是呢它比较准确的说的 这就是说它带有一点情绪不乐意不高兴不情愿的这个意思 来表达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家务活 在这里呢就是用的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呢我们刚才举了这个例子就是 although I'm retired I still have a lot of family chores to do every day 你如果在学校接孩子放学 接孩子这个放学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在等孩子的时候 可以跟家长聊天跟西人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词用上 你说现在我除了每天这个接孩子送孩子上下学 就是一堆的家务事我天天就被这个家务事给缠着 或者给围绕着 那我们造个句子就可以说 Every day after dropping off my kid at school and picking them up in the afternoon I'm surrounded by family chores everyday 那就是说每天在这个接孩子 送孩子上学 接孩子放学 这个期间呢 我是被大量的这个家务活所围绕着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词呢 刚才我说了就是说 它是这个词在用这个词的时候 本身它带着一种情绪就是不乐意 不情愿来做的这件事 但是呢 它本身代表的意思呢 就除去这个语 就是除去这个情绪上的这个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job 或者说一个work 一个task 是在家里做的 这个工作 就叫ture 加上带有一点不情愿的话 我们就更好的来用这个ture 更准确的来表达 你来做家务活的这种不情愿的心情 当然你要是说 I have a lot of family tasks I have a lot of family work to do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能够把ture用出来的话 这就能够更准确的来反应 来表达你做这个事情时候的这个心情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ture 家务活 家务杂事 这个词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在跟当地老外聊天的时候呢 对于丰富你的词汇呢 有一定的帮助 那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做到这儿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